俄乌战争已爆发超过半年 原本以为能在短时间内 击败乌克兰的俄罗斯 不止在第一阶段战事势力下 放弃全面控制乌克兰的目标 连在乌东与乌南一带的占领区 目前都岌岌可危 乌克兰在乌东所发动的反攻 迅速夺回大片领土 并一举肃清哈尔科夫州 防守当地的俄罗斯地面部队 可谓溃不成军 俄军表现不佳的原因很多 但最令所有观察家困惑的 绝对是俄罗斯空军为什么不见了 从开战之初 俄罗斯空军就无法夺取制空权 到战事持续将至 俄军战机也无法有效打击乌军部队 提供空中火力支援 甚至到这次 俄军在乌东仓皇撤退 俄罗斯空军也没有办法提供掩护 阻挠乌军的追击 让俄军丢弃大批武器弹药 造成重大的损失 到底俄罗斯空军发生了什么问题 目前仍无定论 但或许从一些蛛丝马迹 能大略分析一下可能成因 就这半年多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难以掌握战场上 制空权的关键原因 是迟迟无法摧毁 乌克兰的机动型防空飞弹系统 且先不论乌克兰 后来从欧美国家所获得的 各式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光是一开战时 乌军操作的 苏联就是防空飞弹系统 就成功击落不少俄军战机 理论上来说 俄罗斯空军应该非常熟悉这些苏联时期所设计生产的防空飞弹 压制并列杀这些飞弹发射器或搜索雷达并非难事 但什么俄罗斯空军办不到这件事 或许最根本的原因 是压制敌方的防空网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容易藏匿的机动型防空飞弹系统 更是防不胜防 要执行这种防空网压制任务 不只要有扎实的训练 更需要合适的装备 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并且全身而退 但俄罗斯空军目前很明显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与俄罗斯空军系出同源的伊朗 印度等其他国家的空军 虽然不能武断地说 其空军也继承了俄罗斯空军的问题 毕竟这次世界看清楚了俄系战机的缺点 所以应该积极从欧美国家引进航电技术 必须握航空引擎的自制技术 以解决目前从俄罗斯采购的困境